武松听两个差人一说 这少管营的名字叫金眼镖施恩 武松这个头脑里的思维是飞快的旋转 他在想啊 想什么呀 想这个施恩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我跟他见过 想了半天没想起来 好像不认识这个人 武松问这两个差人 搞这么说 这两天给我送这些酒送这些菜 对我如此款待 都是这位少管营施恩派你们来的 对啊 那当然了 这少管营说认识我吗 我们的少管营说啊 他说跟您是好朋友啊 您不认识我们的少管营吗 这武松笑了一声 这个笑啊 这叫遮掩之笑 怎么叫遮掩之笑啊 人家一说跟武松是好朋友啊 武松自个心里想我没想起来这好朋友 如果武松说我不认识人家 人这几个差人得说了 你这什么人呢 好朋友都忘了 武松心想我要说认识人家 我真没想起来在哪认识 所以武松只好用笑声来遮掩自己 他这一笑这两个差人也不知道武松是认识还是不认识 反正那么说吧 我们少管营说啊 这两天呢就要来见您 好 他什么时候来了 你们一定要告诉我 我得和他见面 话言未了 就看有一个差人突然一回头 哎呦 还什么时候来干嘛呀 这不现在就来了吗 武松一瞧有一个人从那边走过来 这个人今天头上戴着文生公子军身上穿的是剑袖花袍 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 这胳膊上面还缠着白绫子 这白绫子在脖子上套着 这手啊还在这架着 看来胳膊上这伤还没好 这个人正是那天在老管营的大堂上 趴在老管营耳根台前给他讲情的那个公子 这就是那少管营了 也就是那位金眼镖施恩了 这个人往跟前一走 那两个差人过去给他先见礼 少管营 哎 您看看 这位武都头今儿个出来的 这溜达溜达正打听您呢 哎 您还为这不就见着了吗 武松一看见这位少管营 他赶紧走两步到跟前抱完共手 少管营 武松这项有理了 他这一抱完共手啊 这位施恩左手在这脖子上跨着呢 急忙伸出右手来搀扶武松 哎呀 武德哥 您快不要这个样子啊 您倒在劳城营里边可受委屈了 哎 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是一点委屈都没受着啊 这两天亏了你派人给我送酒送菜 我是吃得好 睡得安 今天见着您了 我得多谢您对我的关照 哎 武大哥 您这把话说到哪里去了 怎么能称得起关照 小弟我没有脸面见您 觉得对您关照的不到 可没想到咱们在这见着了 武松说少管营 我们两个在什么地方见过吗 哈哈哈哈哈哈 武德哥 您想想 我们到底是见过没见过 武松说我这个人哪 头脑太捉笨 好忘事 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 在什么地方见过 哈哈 武德哥 不是您贵人多忘事 跟您说句心里话 你我弟兄是从未见过面 武松一听心里面更纳闷了 心想这个人跟我从来没见过面 那么为什么对我这样的招待呢 这可是个谜 武松说少管营 照这么说 你我是素不相识了 既是素不相识 向我武松乃是从阳谷县充军发配 到此来的一个阶下之秋 少管营 您怎么会对我如此盛情呢 哈哈 武德哥 大概您不知道其中的那里吧 这样吧 咱们到屋子里边说话 来来来 进屋 说着话 武松跟这位少管营 施恩两个人就进了他自己住的这间屋子 进了屋子之后 跟着少管营进来的这两个差人 给沏上了茶 把茶碗放在两个人的桌前 两个人坐在这儿 武松又重新仔细端进了端向这位金眼镖 施恩 你看那个施恩 虽然穿的是文生公子的衣服 但是从眉宇间带有一种英无之气 嫉妒不凡 武松说 少管营 您跟我说一说 您到底为什么对我武松这样的盛情 我武松是十分费解啊 武大哥 我对您这番盛情啊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出自对您的一种宠敬 您一到我们这个孟州地方来 我就听说了 这个配军跟一般的配军不一样 您是阳古县赫赫有名的武都头 在景阳港上打个虎 在阳古县杀了西门剑 您的所作所为 是英雄豪杰的作为 非一般常人所可能比拟 更主要的是 我知道武都头 绝技在身 精通武艺啊 实不相瞒 武大哥 我施恩从小也喜欢武枪弄棒 可是 我这个枪棒 还不入流 我在孟州这一带 自以为了不得了 其实 景中之娃 我是野狼国王 不知道自个有多大本事 一直闹得身败名裂 面带羞愧呀 听说您来了 我想和您解释一下 我怎么能够解释您呢 就通过这种办法和您交个朋友 武德哥 武德哥 您嫌弃我吗 武松说你这是说在哪里话呀 我是一个囚犯 到在这里 您是这里的少管营 按说您管着我呀 我怎么会嫌弃您呢 我和您交朋友 我这是高攀您 哎不不不不不 武德哥 是我高攀您 哎 少管营 既然您跟我想交朋友 那么您就跟我直说就得了 何必这个样子 今天送酒 明天送菜的 我这个人说话 就喜欢直出直入 不愿意拐弯抹角 从今往后 这好酒好菜 您也别给我送了 就跟这些秋饭一样 吃他们一样的饭菜 我武松绝无挑剔 我充军发配道梦州来 就是受苦受罪来的 石温说武德哥 我给您送的韭菜呀 还有另一层意思 什么意思 我想 让您好好地僵养僵养身体 恢复恢复健康 武松绝 我身体本来就很健康 用不着怎么僵养 哎 武德哥 您从阳谷县充军发配 这一路之上天气炎热 两个借差看管着您 我想身体一定不太好 倒在劳成营这个地方呢 刚刚刚的安足立身 那么好好地补养补养 最后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我跟你说吧 我原来什么样 现在什么样 少管阳 有什么话 您就尽管说吧 石温说 我的哥 实不相瞒 我呀 想跟您学几招武艺 武松一听 哎呀 少管阳 您这就客气了 您跟我学几招武艺 您在这里 外号人称金眼镖 就从您和这个外号来讲 您肯定是武艺超群 哪能用得着跟我学呀 说不定我武松得要向您学 哎呀呀呀呀呀 武德哥 您可别那么说 您一说这个话 我脸马上就发烧 武德哥 我跟您没法比 您是月亮 我是星星 您是大山 我是粪土 不能相提并问 就这么说吧 您愿不愿意教我吧 武松说 少管阳 既然如此那么抬耐我 您可以和我在一起 共同切磋武艺 哎 别提切磋 我就跟您小 哦 您要跟我学什么呢 跟您学什么 您教我几招绝活 出手就能赢的招数 我呀 要出我胸中一口闷技 最好 您近几天就能教我 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武松看了看 他跨着的那胳膊 心里想 我近几天就教你 就你跨着胳膊 不知道什么叫伤的 还没好呢 你能学得了吗 这武松这个人 比较直 少管阳 您让我近几天就教你 您怎么练呢 我看您这胳膊 好像是受了伤了 这胳膊是怎么伤的 这胳膊呀 别提了 提起他来 一言难尽的 我跟您要学武艺 就是为了这只胳膊 武松一听 这人说话 怎么拐弯抹角 环套环勾挂勾 一点不利索 你这个胳膊 是怎么伤的呢 石温说 武的哥 我跟您说实话吧 我呀 在孟州这一带 武林之中 也算是小有名气 正如您所说的 既然给我 贺了一个号 金眼镖 那就说明 在众人的心目当中 还有我这么一号 这个孟州东门外头 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点叫快活林 这是一个十分热闹的去处 哪个地方 有那么百十家店房 有几十家大买卖 有银号 有米店 有布店 有菜市 有珠宝市 有卖肉的 有卖酒的 卖什么的都有 而且说 河北省的人 山西省的人 加上河南的人 很多做买卖的 都愿意到这个地方聚集 因为那是个石子墓口 交通要道 这么一来 这个地方就越来越热闹 我呢 仗着家父这点光气 不管怎么讲 我的父亲是劳城营里头的 劳管营 在孟州城里边 也算是个头面人物 再加上 我在武林里边 有点名气 实不相瞒 兄弟我 在大家心目当中 还有点人缘 所以我就在 快活林那个地方 我就开了一个酒肉店 我这个酒肉店 坐落的地方比较好 正在石子大街 可以说 那是一个寸不寸金的地方 我这个酒肉店 自从开业之后 是生意兴隆 每个月 都能拿到二三百两银子 我这个店铺里头 伙计们都花不了多少钱 为什么呢 跟大家跟您说句实话 有那么几十人呢 都是这劳城营里边 兴满之后 无家可归的人 让我给收留下了 这样一来呢 我的开销就少了 转头可就大了 日子长了呢 我这个买卖是越干越红火 我这个酒肉店 门面里头 接待的是过往的行人 过往的客商 那么我卖的肉呢 供给快活林里边几家饭店 有我的这些伙计们 按时的给他们 往这个店铺里边送 我这个酒肉店呢 前后一共是十二间房子 很像个样子 本来没有什么事 大家伙呢 也觉得我这个人很讲信誉 也很讲义气 可就在前不久啊 那天就来了这么一个人 挺高的个子 带着三四个随从 进了我这个酒店之后 坐在那儿就要酒喝 接着就要了一桌子菜 这几个人吃喝完了之后 口出不逊的 我那个酒店的柜台后边 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妇 是我每月花十两银子 给雇来的 招待酒请的 可这几个小子呢 就对这个少妇用言语挑逗 要让这位少妇过去 给他们陪酒 我那个酒店里边 根本就没有陪酒的规矩 这个少妇也是梁家妇女 人家是正经人 这少妇呢 就给了他们几句 给了他们几句之后 这个小子就要砸我的酒店 摔盘子打碗 他这一闹腾 有伙计就奔后院去了 那天呢 我就正在后院里边 跟一个朋友在那儿聊天 前面来个伙计一找我 说前面有人要砸咱们的酒店 我又打后边就出来了 我出来之后 一看外边站着这么一个大个子 这个人 我没见过 不认识 好像不是梦州这一代的人 我就问他了 我说朋友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我是个酒店的掌柜的 我叫金眼镖师恩 这个人呢 瞧了瞧我 啊 你就是金眼镖啊 我告诉你 我就找你这个金眼镖来的 我说你找我金眼镖 我金眼镖就在这儿了 你是哪儿的 啊 我是东路州的 啊 我说你是东路州的好 可能你是过路之人 既然是过路的 在这儿要吃就吃 要喝就喝 吃饱喝足 给完了 你那钱快快赶你的路 废话别说 别在我的眼皮底下撇砖 撂碗撒土烟灰 你可要知道 我诗人眼里边不揉沙子 再说别的 在梦州这个地界 没有你的好处 我这个人在这一代 大家伙都尊崇我 所以我说话也比较口场 我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啊 对过这个大哥的冲我一撇嘴 我告诉你金眼镖 你不是金眼镖 你也不是银眼镖 我看你是瞎眼镖 你呀不认识我吗 我说你是谁呢 他说我姓蒋 我叫蒋中 我也有个外号 我叫蒋门神 我说没听说过 你是门神呢 上门口站着去 别上我这儿搅和 他说今天我就是找你来的 我逗的就是你这个金眼镖 我一听他说这个话 我现在就想了 看来这个蒋门神 是闻名而来 专门找我的晦气来的 既然是找我的晦气 那么我就得教训教训他 我说好吧 既然你逗我金眼镖 那咱就逗吧 怎么个逗法呢 蒋门神就说 说金眼镖 听说你在这快活 你开了一个酒店 你赚了很多的钱 这是个大买卖 你小子不够义气 要够义气的话 有钱应该大火化 你不应该自个独吞 今天 你如果要知道 我蒋门神的厉害 咱们两个商量商量 这买卖咱俩人做 我说这买卖怎么俩人做 他就跟我讲了 他说我从现在开始 我就要跟你入股 这买卖算咱们俩的 从今天开始 到了月底 分钱的时候 给我一半 你留一半 如果说这个买卖 今后再出了什么闪失差错 我蒋门神 跟你独当一面 你看怎么样 我一听 这不是要霸占我这个买卖吗 天底下哪有这层道理呀 吴德哥 也是我年轻 月历浅 把事情撂得太简单了 我就跟蒋门神说了 姓蒋的 你不是想占我这买卖的一半吗 我看哪 你不用占一半 我全给你 但可有一样 咱得有个前提 咱们两个就在快活林酒店门口外边 咱们比武较量 蒋门神 你要能把我施恩打倒了 你打赢了 我这买卖全交给你了 话又说回来 如果你要是赢不了我 我要把你赢了 蒋门神 你给我干脆快滚 从今往后 不准登我的门 蒋门神当时跟我讲 他说咱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我说那咱来 说的就算铁铃铃铃 他说咱们两个立个字去 我说立字去咱就立字去 武德哥 我这就叫年轻啊 不懂事啊 当时我跟他就立了字去 立完了字去 摁上了抖计 我们两个就出来了 这一来呀 你没见到当时那个场面 整个快活林 所有的买卖铺 这些掌柜的好像都不营业了 全都出来了 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 要看看这个热闹 大伙都知道 也不在哪蹦出来这么一个蒋门神 要夺我这个快活林的酒店 而且呢 我自个儿也冲出光棍来了 我以比武论输赢 我们两个就在快活林酒店的门口 插圈绕布就打起来 这一动起手来 我才知道啊 兄弟这功夫不行啊 这蒋门神比我高着一抽呢 打了不到二十个回合 我就让蒋门神把我打躺下了 蒋门神这小子心狠手黑 打躺下 我就是输了 就得了呗 他不依不饶 全打脚踢 把我打的 眼睛也疯了喉了 胳膊也断了 这个腿都给打轻了 大家伙最后拦着他 这才算拉倒 大哥呀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挨打的情景 我这个脸上发烧啊 最后是我手心人把我抬着回的家呀 回到家之后 我就跟我爹说了 我爹一听 在孟州这个地界 我们也没能吃这个亏吗 所以转过天来 我爹托人就到牙巴里去告状去 这一告状 我们才知道底细 感情啊 这个蒋门神 是我们孟州新来的一位张团恋的外甥 他以张团恋的势力 到快活林去夺我这个酒店去了 我们这一告状啊 蒋门神跟我立的那个字句 就在张团恋的手里头 张团恋拿着这个字句 上衙门口里边对张去了 人家说了 他们两个有字句 说了 谁把谁打赢了 谁就占有这个酒店 我爹一看 这口气也得生吞应咽了 老头的就回来了 我爹回来无话可说 可是我这口气 我能咽得下去吗 我心里想着 我好好养这个伤 当我伤势养好之后 我一定要报这一番羞辱之仇 快活林这个酒店 我想办法把他夺回来 现在我伤势大致都养好了 就剩这胳膊 这胳膊再过个一个月两个月的 也就行了 忽然听说杨古县来了个配军叫武松 这位是景阳港打火的英雄 这位是武艺超圈的能手 所以我就想起来 我要跟你学几首绝招 您哪 就教给我几招 能把蒋门神打倒就行了 武松听到石恩说完了这番话之后 武松这心里边满度的事情 武松这个人就听不得热口 少管英 您说要让我教给你几招武艺 去把蒋门神打倒啊 少管英 这个武艺不是几招学了去就能准赢的 听你所说 蒋门神也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 不是我教给你几招 你就能够得胜的事啊 再者说 你这个胳膊现在还胯着呢 就算我教给你几招 你要想去打蒋门神 那恐怕还得摆天之后 唉 是啊 我的哥 不这样你说我怎么办呢 武松说 既然是这样 你看我武松是个朋友 那么我看你石恩 也够一个弟兄 我武松替你取得了吧 我去快活林会会这个蒋门神 我看看他是何如人也 武松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 石恩当时那个眼睛一闪光 武松替你上快活林去斗蒋门神 您能斗得了他吗 这是什么话 我问你 这蒋门神他长了几个脑袋 就一个脑袋 几个胳膊 两只胳膊 就是 他就是想生三头肩掌六倍 我武松也不怕他 难道说 他比那景阳岗市的老虎 还凶恶吗 他比阳谷县里的西门庆 还刁钻吗 我武松 一定要斗斗这个蒋门神 武大哥 既然这样的话 那好吧 咱们三个月之后 您再去斗蒋门神 为什么三个月之后 我没说吗 您把身体好好的恢复恢复 我跟你说 去年我得了三个月的瘧疾病 病体刚好挥转阳谷县 路过景阳岗 打死的那只老虎 现在 我觉得比去年那个身体 要强得多 不信 你跟我来 说这话 武松站起来有大屋子里边走出来了 施恩随后跟着来到院子里边 这院子旁边啊 有个天王殿 天王殿这个殿下边 有一个大铁顶 这个铁顶呢 是烧纸烧香用的 武松刚才在院子里边转悠的时候 就发现了天王殿那个铁顶了 武松 阿尔凡这回出来就直接来到了铁顶的跟前 施恩随后跟着 跟到这之后 施恩不知道武松要干什么 武太高 您要干什么 武松点了点这个铁顶 你说这个铁顶能有多少分量 施恩说这个顶啊 少说也得有五六百斤 武松说好 你来看 说着话 武松一毛腰把这个铁顶的顶耳子就抓住了 一推 这个顶就动他 他这时候往前一推这个顶耳子 三足的顶 有一个腿就翘起来 他这时候一抓这个腿 双臂一较劲 一个骑马蹲当式 把这顶就给举起来 举起来 他是右手搬着这个顶耳子 左手抓这个顶腿 里边有香灰什么的 一点都没撒 正着举起来 这绝对要点劲 呜的一下子 把这个顶就举到脑袋上不来 武松举了这个顶 在这个院子里边 腾腾腾腾 走了一圈 然后把这个顶就轻轻的放在了地下 面不改色 气不长出 搓了搓手 怎么样 这个身体 还用恢复吗 施恩一看 哎呀 武德哥 您真乃神力也 照这么说 您这个身体不用恢复了 不用恢复了 不用恢复了 咱们现在就去找那 江门神